一夜痛吗?疼吗? 有的时候会疼,但是现在这个情节不会疼。 您下来什么症状?比如肝咳、痒痒? 肝咳。 4月2号,在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, 社区医生舍旭辉正在问诊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作为距离居民最近的医务人员, 社区医生一直活跃在社区疫情防控一线。 舍旭辉告诉记者,疫情发生后,他的工作也随之加重, 不仅要做好门诊的预检分诊和日常诊疗, 还要深入社区进行疫情防控指导, 在隔离点负责境外返经人员的健康监测工作。 首先要预检分诊,就是要把一些可能高位人群我们先给筛出来。 我们会有很多社区医生、社区护士, 会去这些社区去做一些医疗的指导。 另一方面就是,因为包括境外的组件开始有输入, 我们和社区也做了一个对接。 有一些比如说境外的一些新回来的这些人员, 我们会跟他们建立联系,并且签一个叫家庭医生, 随时也同时随时要了解他们的体温啊身体状况啊。 此外,舍旭辉介绍, 因北京新冠肺炎密切接触者隔离点医务人员人手紧张, 社区医生要时刻准备前往支援。 在15号的时候,我们当时接到这个疾控的通知, 要去隔离点支援。 我们在那边,第一个主要是密接人群的运送, 然后到这个隔离点之后, 我们还会就是根据疾控的他们, 就是会追访这个人的密接情况, 有的是需要做淹饰纸, 我们还会给他采集淹饰纸。 在隔离点这个工作, 他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安排, 随时都有一些紧急的事物。 你可能刚洗完澡,突然防护服, 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工作又来了。 在两周的支援工作中, 蛇续辉做过数不清的烟狮子采集, 也面对面接触过确诊患者。 回到社区们真理, 他还长续面对居民各类问题和情绪。 但蛇续辉却从未害怕和抱怨, 他说这是他作为医生的天职。 其实这个工作吧, 风险是有, 但是这是我们, 一个是本职工作, 还有就是, 其实也是很有成就感的, 因为咱们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, 是吧, 咱们出自己一份力。 咱们基层医生呢, 和其实咱们, 尤其是周边居民吧, 关系更紧密一些。 他可能有什么问题, 第一时间就直接问我们, 像刚开始这个疫情期间, 就已经, 就很多患者就给我们打电话呀, 或者发一些微信呢, 就问我们这个, 在疫情期间, 他们该怎么处理。 截至3月25号, 北京市社区卫生机构累计服务和管理, 密切接触者和高风险人员, 2万0279人, 境外进京人员, 2万0682人, 提供门急诊服务, 669.7万人次。 卢沟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, 王燕丽表示,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, 社区医生是社区防线的守护者, 也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。 对于我们的慢病患者, 通过身边加以APP进行随访管理, 对他们在居家期间, 如何去控制好他们的血糖, 血压, 我们都进行一些个性化的指导, 使得他们在疫情期间, 能够不出门, 少出门。 同时呢, 我们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, 接管我们所在街道的, 隔离点的入住人员的健康管理的, 这样的一个职能, 紧接着我们继续会下排, 我们的社区的骨干力量, 继续维持我们下一个阶段的, 对于所有入境人员的, 疫情方面的健康管理。